好,我們運動學的部分大概講得差不多了 我們要講力跟運動的關係 在過去來講慣性 慣性這件事情是我們在觀察運動學最常看到的不見一下 Willy,使用的精密度有限 現在是為個球 痾咕嚕咕嚕rí 最後就停下滾 所以在正常現象 所以常裡你說的所謂的慣性 他怎麼說 扣地方 可以的話 實際作用 然後柯微不斷的運動 如果不受溜汗就會停止 就像一部車子 你知道 推車 它會直接停止 可是當我不推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 它那種就是要慣性 對不對 再來呢 比較 進一步的觀察 就有人發現 欸我今天推 這部車子我推的不動的時候 它再滾兩圈 這部車呢 推到這邊不動的時候 它就哭 哭一圈 每部車子 有的車子呢 你在這條線停止的時候 它可以再滾這麼遠 有些車子呢 我停止不動的時候呢 它滾這麼遠 有些車子呢 甚至啦 甚至好遠的車子 不動的時候 不動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擦力 你會用力道超小 力道大的小 一個可能是力道大的 摩擦力 我推到這邊就推動一點 又推到這邊 輕輕推 可能不一樣 另外一種摩擦力是不是 有可能 我推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車子本身的輪軸摩擦力很小的時候 它可以學習讓我往前走多一點 我的輪軸如果摩擦力本身很粗糙 很大的時候 或是輪子本身的摩擦力很大 它可能不一定的就停了 所以它發現其實好像影響 並不是說 雖然說是這麼簡單 都會停下來 但都停下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表示它應該有別的音速來影響 對不對 一定有別的音速來影響 什麼 所以呢 全力要做個實驗 他說好 我們來做個實驗 我拿個管 我發現呢 我如果把球從門管的這邊滾下去的話 欸 基本上它會滾上來 會不會到同一個水平 不會 會不會到同一個水平 不會 應該是 理論上是不會啦 正常來講是不會 正常現在都不會 因為一定有摩擦力 按照現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好 它不會 不會到同一個水平 但至少 它會滾到一個高度 那它發現呢 我如果把那個 把那個碗放成這個 這個樣子 程度的時候 欸 它還是會滾到這個水平 我如果把這個碗放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它還是會滾到這裡來 對 它發現說 到碗的光滑都要被當好 碗的光滑都要被當好 那想說假設 那就可以推啦 科學最簡單的方式是 我可以推論 我用模型去推論啊 我做了這麼多實驗 兩三個實驗中 也就是說 當我這個音速在改變的時候 並不會影響到它上升的高度 的時候 我就可以推論說 假設那碗是無限遠的時候 這個球出現在就滾了 這球出現在就滾了 就不會停了嘛 所以這才是怪性啊 協力都做修正中 怪性是說 假設我推它它一定會動 假設我不推它 它正在動的時候 它就去不動 它就不會停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球光滑完全沒有摩哈力 然後你不會有光空氣 有摩哈力之類的話 那可能會滾 再夾一遍 假設都沒有任何阻力的話 欸欸 那這樣可能真的不會停了吧 對 沒有錯啊 假設真的都沒有阻力 假設 就像我們今天溜冰 不是這樣嗎 溜冰 為什麼要溜冰的人 他 要把它冰一刀 偶爾要修一修 要上來抹一抹 或是滑血的人 有沒有 他不是要把那個血敲 板子板過來要塗蠟 為什麼 增加摩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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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塗在表面上 讓它站的地方增加摩哈力 我說塗在後面的部分 因為表面會受傷 會壞掉 你把它塗平了 對 把它塗平了 你表面上腳踩 地方塗蠟 只要增加摩哈力 那你不要站得度 後面塗蠟 要把它頂下 增加摩哈力 你不用塗蠟 它有卡住的東西 你有腳嗎 不管是滑雪板還是 雪橇 雪橇 對 平常那是 那是 那叫做 衝浪板 衝浪板的表面 要塗蠟 是要讓你站穩 但是雪橇是 有腳卡住的地方 對不對 雪橇是腳踩上去 它是固定的 它沒有辦法 所以雪橇是下面 有時要把它塗平 對 衝浪板 衝浪板 是要讓你站穩 然後那個蠟就卡住 比較澀 它比較澀 扣掉 因為 蠟的好處是 蠟是 蠟是 水的 它跟水會有排斥性 所以你塗蠟之後 你的浪板上面會有水 蠟 浪板上面會有積水之後 你腳起來就會不會澀澀的 可是如果你上面沒有塗蠟呢 浪板跟水 水附上去 上面就有一層水 不是蠟不是把表面放平 但是 對是平的 但是蠟本身跟你來講 因為腳的接合面很好啊 怎麼說 你看蠟就是蠟 你看我手推不動 是不會滑 不用力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 很特別 它的特性就是這樣 它就是澀澀的 它有一點澀澀的 它就是表面很平 現在是平的吧 現在這個蠟還是平的啊 沒有 可以平 就是蠟的程度大概就是這樣子 蠟的平大概就是 但是我就不懂啊 假如它有 它要會那個 那個 含著的話 不應該會 就是要有沙子 好 有些蠟呢 表面會有一些 類似像沙子的東西 粗糙面 對不對 會喔 但是上面除了蠟的原因 是因為蠟 讓水不會黏下去 是 它不會卡到水 你通常如果有一層水的時候 你腳彈去水 會跟你的表面 會有點間隙 就是會有點浮起來 那你就會打滑 可是如果沒有那層水 你彈下去就直接 踩在蠟上面 它上去有點澀澀 它不會那麼滑 然後我不懂 那我會考完原因 只是因為它那邊才有什麼差點 呃 不是 好 我們上次有講過摩擦力 記不記得 很久以前講過 我們講摩擦力是什麼 什麼 什麼樣的情況之類的摩擦力 卡住 卡住嘛 那本身是硬的還是軟 軟的 軟的 軟的是不要亂卡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連腳這樣踩上去 然後它會跟你的腳這樣抹下去 它不會那麼明顯啊 它只是毛細孔的部分卡住啊 它比較會給你貼 譬如 假設我腳 這是我的腳 那我表面已經有很多粗透面 那我的蠟會相對來講 它會容易跟你粗透面做 然後卡住啊 對 就會變得有點澀澀 假設我這邊是一個平衡的寶 懂了 好 OK 可是那個蠟的酒 你會找沙子 然後你不想要把它抽下來 對啊 再刮掉再重新塗啊 那可能要去 但是要做文藝術了 所以好 慣性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都是慢慢去慣性 查到說 欸是讓慣性 嚴格來講說 只要這東西不受力的情況之下 應該說它這時候是靜止 它就靜止 它不動就不動 所以後來我們都是給它一個 綜合的說明 我們只要是一個 不受力 不受力的情況之下 好 不受力 或者是什麼 一個是不受力 一個是合力為力 一個是合力為力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不受力跟合力為力有什麼差別 一個就是沒有受力 一個就沒有說幾個力 一個就沒有說幾個力 舉個力子來 舉個例子 應該沒有 我在外在空 我在外在空 把一個球這樣子放著 然後它就不受力了 OK 好 就算他有在移動中 也是慣性啊 都對 都對 嚴格來講 在外在空 我們應該可以找到某個東西 在外在空 它距離所有的行程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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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遠到那個 它對它的吸引力距離離 這時候我們可以說基本上是受力 但是成語講也沒有說 基本上說在宇宙中的東西 它沒有受到力 因為就算再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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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遠再遠 又會有外偶移力 還是有外偶移力 像在宇宙 宇宙誕生的時候是這樣 宇宙誕生的時候 一定都知道宇宙誕 我們科學很多人都在推論 推論 OK 推論 如果你要拿粉餅 找他我要有興奮的說 真的嗎 你要找他嗎 你要找他嗎 有說的是成就跟自己嗎 我們這先炸一下 來 宇宙爆炸的那一桑那 宇宙爆炸是一開始能量都爆炸 190看到了 不好 在一開始誕生那一桑那 宇宙的能量非常非常集中 集中就會底下 加分能量可以轉換成質量 能量可以轉換成質量 質量跟能量可以互換 那能量是非常簡單 因為他受不了的時候 會爆炸 瞬間爆炸 瞬間膨脹 膨脹到非常大 現在還在持續膨脹 因為這可以觀察 可以觀察 所以宇宙有邊緣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觀察不到 那你剛剛說有 宇宙在普通那裡是被觀察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 用畫眼鏡看遙遠的行星的時候 遙遠的神星的時候 會發現有一根紅偏移 紅面一說一般的講 這回到我們講 在高中講 都符的效應都會提到 都符的效應 都符的效應說 假設我現在的頻率是 通通通通通常的波紋支是往外 對不對 這時候你從這邊看到 波紋支是一樣大小 從這邊看到波紋支是一樣大小 可是呢 如果在點這個波紋的時候 點下去我就順便在移動 你會發現那個現象是 你第一個點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現在點的時候 我會在這裡 所以你的波會變這樣子 好 那請問你從這邊看 你可以從這邊看 你的波紋不一樣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嗎 從這邊看會覺得你的波長比較差 那它的速度很快是很大 不管速度快慢都會有這個現象 沒有 因為它停到了 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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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跟你找不到 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 找不到 邊界啦 邊界現在應該沒有被觀察到 就是 因為可能是非常非常遠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遠 遠到就是那個光 我們比我們現在觀察到最遠的星星 可能是距離地球 大概是一百 也許是一千光年 或者是一百萬光年 或者是 蛤 光年 對 或是一億光年 那我可能就是到不了 假設你現在看到這個光 是一億光年 表示什麼意思 我現在看到光 是這個星星 多久以前發揮的光 一億年前 一億年前 發揮的光 可是你能觀察到的光 可能是一億年前 兩億年前 三億年前 可能就是 再遠的光 就很微弱的 你能觀察不到 我現在幾個月 我的儀器沒經歷到 可以觀察到的時候 我再遠的就看不到 所以那邊界到底有沒有被發現 像不行的沒有 所以我看到這個波 從一看的話 波會變長 這叫做紅天移 所以假設我的人 看到那個星星 這個星星 移動的時候 我看到就會有紅天移現象 所以像目前我們在觀察 遙遠的星球 會有紅天移現象 我們就可以推出說 這些星星應該是往那邊移動 可是我發現是 往這邊觀察 星星往那邊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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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千萬我們可以說 這個宇宙在膨脹 可以讓他們講 都會移動 有有有有有有有 星星在動沒有 但是都是往外移動的 都是往外膨脹的 所以它是一個膨脹 謝謝一下 OK 好 好 這扯遠 沒有關係 所以在宇宙中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說它基本上是不受力的 好 那什麼樣合力為力 什麼樣合力為力 因為它是我受的所有力和合力為力 它就要合力為力 這情況之下都符合 可能為什麼我做了這兩個假設 在這兩個情況之下 所有的物體會呈現 叫做 靜著橫靜 動著橫動 對不對 靜著橫動 動著橫動 現在是靜著不動的 又是板腸 它不停在這邊是符合哪個是這樣 不受力還是合力為力 合力為力 合力為力 也就是假設合力為力 合力為力 也就是假設合力為力 一百年 它應該會在這裡 對 就是 它是靜著 靜止 它用的就是靜止 假設太空中有個粉底它在飛 它就是 是回力為力 或是不受力的情況之下 這個粉底就會一直飛 會不會停止 不會不會停止 就是動著反動 好 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事實上在我們在做太空飛行的時候 太空旅行 你要想 太空旅行 我們假設要從這邊 飛出太陽系 要花多久時間 這是太陽 三個小時 很多星星我們在地球在這邊 第三個星星 現在總共發蠟星 它飛出太陽系 從這邊 要飛出太陽系 要做什麼時間 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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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到高雄吧 為什麼不是40分鐘 可以到哪裏 40分鐘到哪裏 高雄 國內很高雄 高雄而已是不是 三個小時到哪裏 可以到哪裏 假設是太空船的話 假設太空船的話 三個小時可以到哪裏 可以到哪裏 國際太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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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IS 是 ISS IS 國際太空船 國際太空船 國際太空船到地球 一週要過去時間 三天 我們上次有跟太空船對話 在任務的時候跟他有對話 就用五千件跟太空戰的對話 對呀 我沒有講到話 我們那些學生有對話 用排隊嘛 一個人有秘密問題 他回答 通過台灣上空 可以跟台灣對話時間只有15分鐘左右 但是扣錢扣後 對話只有10分鐘 他繞地球一週的時間只要45分鐘 蛤? 不是火箭啦 不是火箭啦 太空戰 這是一個人造衛星 他現在算是人造衛星 他就是在地球的上方 他一直到地球轉 到地球轉來觀察地球上 的發生事情 另外可以在上面做實驗 因為上面是一個無重力狀態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地球上面做的實驗 很大 目前還蠻大的 目前可能可能有 我們這個操場很大 粉皮操場很大 就是太空戰 他這個太空戰是這樣 他太空戰一開始是只有小小一個太空艙 就在那邊 接下來要做新的實驗 就把另外的太空艙帶上去接起來 太空戰有人自我嗎 有人自我 目前來講長期 會固定有大概一組人 四個人左右會停在上面做實驗 然後他們兩個禮拜 會太空艙上去做一次換補 太空艙上去 會把一些食物拿過去啊 把一些廢物拿下地球 或是 他們可以回去地球 所以他們可以交換 兩個禮拜上去 他就像搬吃一樣 搬 就像這個小島有阿兵哥 我們可以送食物或癢師 他也要帶一些 士兵回來休假 對 所以他們太空艙也會回到地球 再換一些太空的能力 會持續這樣換 好那 這不算太空旅行 因為他在上面做實驗 我講太空旅行也是這樣 所以說我現在想要把一個太空船 放到 宇宙中間去 做探測 我們要探測八大行星 在過程當中 我們剛才問的問題是 他離開太空太陽器 要花多少時間 你們說一個數字嗎 三個小時不可能 三年也不到 三年大概可以到過期 等你說要到哪 到離開太陽器 要離開太陽器嗎 一萬 也不用那麼久 一萬年也太高張了吧 所以說比三年還久 比三年還久當然是 你剛才比三年還久 火星在這樣講 那時候還不到 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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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不用到50 我們現在 人類開始發射 對連 人類開始發射 對連 對連 對連去去探測 好 探測外太空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兩艘太空 已經有兩艘太空船 已經有兩艘太空船 離開太陽器了 已經有兩艘太空船 離開太陽器了 那 離開太陽器的時間 大概花大概是 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就是我們放個太空船出去 他到離開太陽器 大概二十年到三 這不是蜜蜂標 你這樣 他不會長這樣 Don't worry 對啊 不是天空很少 都會被破了小星星蛋嗎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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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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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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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呃 好應該這樣講 事實上剛剛那個 那個 字節有講的小星星蛋 我們打過得到太陽轉的一個星球 都維持在一個光盜面 我們這樣光盜面知道嗎 就知道 就是 好 這是太陽 你要把太陽轉的時候 是不是 會有一個軌跡 對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倒 可以啊 基本上不可以 基本上八八行星都是這樣倒 他從頭平平上 那個那個 那有一個 有一個 中間的 那個 製造式直的 那是 他的自轉的角度 自轉角度跟公轉角度不一樣 公轉大部分都是 公轉目前 基本上八八行星 公轉不在一個平面上 呃 事實上這太陽也在動 太陽也在動 太陽也在動 如果裡面那個平面上照的話 你很容易就 就...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這樣倒 奇怪 假如有一個人造衛星 他應該可以這樣倒 還是他不能這樣倒 他可以這樣倒 但是要控制 但是你在太空中這樣倒 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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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因為他... 你還講不像他在前進 他是他繞著走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星星要繞著他 他必須他吸引著他 他才能被繞走 可是我... 如果一直往前的話 他... 是不是他馬上就... 沒有被吸引 他可能會飛走 所以基本上... 繞著... 所以因為地球會飛走 不是地球 地球沒有飛走 地球在黃道面上繞 在黃道面上 所以不是說不可以 他是那個機率很小 機率很小 很小 有機會可以這樣 你知道 所以說基本上 太陽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星星上 太陽算 都在同一個平面上 基本上... 那這平面呢 你會幹嘛 地球 等於太陽 繞著我們東西在轉的一個角度 我們太陽是繞著銀河系在轉 太陽繞著銀河系在轉 所以繞太陽銀河系這個轉的話 他...上面的星球就是這樣轉 基本上就是這樣轉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什麼東西這樣 大部分的情況 這是摩擾風 這個跟正常那些就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他那是金龜子耶 好 金龜子嗎 我不知道我那樣子 OK 所以... 星星帶的地方也是... 就是這樣繞 所以你要... 你要繞過他也... 對...就是稍微... 稍微拼一下就繞過去 好... OK... 他不是會像我 在玩那個繩走位一樣 好... 沒有那麼複雜 現在就在小星帶 小星之間的距離 也沒有那麼近 好... 我們從地球 要飛出太陽系 那...我們要三十年 那你需要多少人量 不用很多 為什麼 也會不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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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什麼東西 好... 所以大部分的太空旅行 靠的是慣性運動 我們靠的是慣性運動 我們靠的是慣性運動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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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靠... 他在月球發燒到底圈 也在上面觀察月球 然後要派那個燈月球給上去 去燈月球去觀察 可是呢 他們在這邊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爆炸 對對對 就是發生爆炸 然後那個 水晶開始氧氣不夠了 開始燃料不夠了 所以他們就要決定是要怎麼辦 殺人 蛤 所以就有個說法說 我們趕快回來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 趕快回來是沒辦法辦的 因為你往這邊找 突然轉彎需要大能量 他沒有那個能量讓他轉彎 還是把你幹掉的遊戲就很夠了 不是不是這樣選擇 他沒辦法讓他轉彎 所以他們只能選擇 讓開空腩繼續往前走 他越少的眼力把他轉彎 然後讓他再回來地球 那因為這樣人家多花大概兩天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非常緊急嘛 因為非常的 因為到後面非常冷 因為這種開空腩的一些維生系統都壞掉 所以他非常的有狀況 那你也幸運就這樣就救了他們回來 他的燃料不足以 他的燃料 你看到他大份燃料花在哪裡 洗杯 對 他大份燃料花在洗杯 洗杯 洗杯完之後他燃料已經快沒有了 剩下的燃料只足夠讓他稍微改變方向而已 只足夠讓他改變方向而已 所以他起飛耗掉大概95%以上的燃料 剩下的燃料只足以讓他轉彎而已 所以當中這邊是不可能直接轉彎回來的 沒辦法 他只能一去飛 飛完之後靠月球的引力把他拉回來 這是阿波羅斯蘭那時候的狀況 對 在太空洞旅行下 這是一部電影 這是真實的事情 拍成電影 真實的事件改變成電影 對 沒有死啦 就回來了 那在太空洞當中他冠軍運送 好 那我們解釋一下 比如說 假設我身體髒了 我現在碰到灰 你怎麼把灰給他弄掉 抖衣服 你動不掉 抖衣服是抖不掉 因為這不會黏太緊 假設碰到這些沙子 我這樣抖衣服可以把它抖掉 為什麼可以把衣服抖掉 甚至有時候打球打完之後 全身都是汗 我可以把衣服抖掉 就一盆水霧 就一盆水霧 非常臭的 水在乘灌出運動 解釋一下 什麼叫水乘灌出運動 一盆先這樣擺 水就在這位 然後你這樣抖一下 知道那水還在這位 所以他就在一盆裡 OK 事實上水 你在抖的時候 你在抖的時候 這樣拉起來 水是這樣子 水在轉彎那個點的時候 水是向上走的 但是衣服是向下走的 所以這時候就強度它分離 因為水的關係是向上 但是衣服被拉得向下 所以這瞬間水就會分離 像有時候會拿毛巾 就是這樣甩人家 假設毛巾濕的時候 人家甩的時候 你會看到水就往前飛走 對不對 我這樣抖過去的時候 毛巾是帶著水往前 帶著水往前 到轉彎那一點的時候 水還是要往前 可是毛巾一被拉回來 水就跟毛巾分離 水就往前 就看到水霧 就一層水霧 沒有 就這樣出來 好 這慣性 我可以把它插成這樣 可以幫忙 插成這樣 可以 我可以 照理學的這個 反正是我來修 我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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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慣性之下之量 是我們講的 比如說受力 合力為力 我通常就要講 那假設這個物理是受力呢 會有什麼改變 有吧 受力一定會爆炸 那就不能打環球囉 每個男人都會爆炸 我的聯繫動作沒有做好 不好意思 假設受力 或者是合力不為力 會發生什麼形態 我們剛剛講的嘛 不受力或合力的 聯繫的時候 它形成一個慣性原動 慣性運動 慣性運動 是動得很動 進得很天 或者是說法 簡單說法 就維持 不維持 維持原來的運動動態 好 那我現在合力不為力 會形成什麼 不維持 就不維持 什麼叫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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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會改變 原來的運動 改變的時候一定會發生什麼 有下去度 改變的時候一定會有下去度 改變的時候一定會有下去度 所以我們在觀察一個物體 有沒有受力 其實有可能簡單的做法 要觀察什麼 就觀察一下 對就觀察一下 假設這個盆比 你看本來在我手裡面 靜止不動 對不對 靜止不動 突然動了 突然 那為什麼突然會動 因為手給它力量 所以給它掐住 所以觀察 一個東西從靜止不動的中 來遇重狀態 它變得有速度 我們可以說 從靜止到有速度 這過程當中一定有什麼 假設 所以那一定是什麼 蛤 有看過 加入的時候一定會是什麼 有力 一定有受力 一定有力在影響它 所以那一定有力在 蛤 我們在搶 對 對 他一定受力 受力才會有加速度 所以力跟加速度 一定會有大關係 所以牛肉度的實驗 他發現力 我們再看 影響加速度 或影響力 或影響這個 這彼此間的關係 好 我推個力 一定要產生加速度 這是一定的 我力量變大 我加速度就越怎麼樣 你用 假設的粉筆 我輕輕丟 他就一點點 對不對 假設的用力丟 又歪了 又歪了 真是可惜 手要倒 他的速度就很大 他的速度就很大 他的速度改變好 大 等一下 你打到會死掉 不行 他拿一個鋁塊 蛤 他拿一個鋁塊 他拿一個鋁塊 對 對 那同樣的 假設用同的力 我去推一個小東西 跟推一個大東西 同樣的力 必須一樣大 好 誰的加速度比較大 3 4 小的力量大 所以很簡單 力量越大 我的力量是固定的時候 我的質量 跟我的加速度 是形成反比關係 我的質量越大的 我的加速度得到越小 我的質量越小的 我得到加速度越大 再同樣的力量之下 對不對 所以 質量越小 質量越小 質量越小的物體 我受力是固定的 我得到加速越大 我質量越大的 我就得到加速越小 對吧 這是一個關係在這邊 你們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翻 加速度 是正比於力量 加速度 來對不起 加速度 是反比於質量 差別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就做個定義量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有人就說 既然有力就有加速度 我就從 加速度這個現象 來定一力 所以力是浪費 定義出來 定一力 力呢 等於什麼 力的質量 能量加速度 1公斤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辦法讓它形成 每秒每秒1公尺的加速度 我們就說這個力 是多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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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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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什麼運算嗎 不用 簡單的就好了 好了 來啊 來運算啊 我們觀察 我們觀察一個物體 2公斤的物體 觀察到它從靜止不動 T等於遠的時候靜止不動 我這寫的時候有利益的 T等於0秒的時候 V等於0 每秒0公尺 這表示它靜止不動 可是發現到T等於1的時候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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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T2 T4 T3 T3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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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T4 T4 從T到B之間的什麼 然後這樣 平均什麼 平均速度 平均 均均加速度 啊 來 頭手中間有一種 我只是知道平均加速度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定解是 可以說是平均受力 我的平均受力可能是這個樣子 這六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 公尺每秒 每秒公尺 答案是每秒公尺 對 不對 那應該是什麼 等於 單位是什麼 單位喔 六 牛頓 每秒每秒六公尺 每秒每秒六公尺 我就講立耶 立的單位是每秒每秒公尺啊 牛頓啊 我們六牛頓 六牛頓 是不是六牛頓是什麼 OK吧 好了 牛頓這個單位 我可以寫成 我可以寫成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每秒每秒公尺 我氣死啦 沒有沒有公尺公尺是什麼 對啊 我的問題是什麼啊 沒有這東西啊 沒有這東西嗎 有沒有這東西 要是要啊 都沒有回答我 沒有在看我 那我把兩個 我前面沒有聽到你說的 那你要仔細一點 公尺公尺不要東西啊 我的問題是說 陳玉說 這個部分 他所受力 是六牛頓 這部分有沒有人有意見 六牛頓怎麼來 是不是啊 蛤 不知道 我根本來 你 打他 他一直在打窗 我剛剛一直在 那你就坐到一個 沒有窗移的地方去唄 哪裡 哪裡 我看起來好像 什麼地方沒有窗移 你看 平原來沒有窗移啊 平原來沒有窗移啊 自己旁邊沒有窗移啊 好像窗移 必須 我們速度從T能力的時候 是速度是0 到T能力的時候速度是3 所以在過程當中 你可以知道看有什麼 有加速度嗎 是 加速多少 不知道 會不會算 可以 算 多少 每秒3 加速是每秒3公尺 加速是每秒3公尺 就是3-0 數0-1-0 3 大概是每秒每秒3公尺 對不對 這是加速度嗎 對 加速度有了 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牛肚子的因應地 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把質量請讓 加速度可以 質量多少 2公斤 對不對 所以質量是2公斤 加速度是3 4 所以得到是6 沒錯 單位是什麼 沒有 沒有公尺 6 沒有 沒有 牛頓 單位是什麼 牛頓 牛頓吧 可是你不是說要把它變成 牛頓 這樣子 變成什麼 沒有 你剛剛說什麼 哪邊變成 要看錯 好 那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這個牛頓 有可不可以寫成 什麼 9分鐘 寫成這樣 寫成這樣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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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說什麼 你有速度是真的 單位是不會寫成這樣 可以啊 為什麼 可以 可以 就可以 蛤 就可以就可以吧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一牛頓的 一公斤的 力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因為單位換的聲音是這個樣子 你這邊 M 就是KG的意思嗎 K就是 速度 出一秒 乒乓嗎 所以你把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就是新的單位 好啦 這是我剛剛看不到 只是寫的這麼複雜很煩嘛 對 所以大部分人就會習慣用牛頓 是 所以下次你看到單位是長這樣 你就應該有概念說 這東西就是牛頓 對 好 但是這種出現的機率不高 但是 基本上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牛頓是讓你 你從他定義就可以找你 打過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好 我們來 準備小位組合 來 抽籤上去 王建銘 大家不認識嗎 周建銘 王建銘的投球時速最快多少 你才160吧 160 速度通過你才160 啊 速度通過你才160 對 假設他投一顆球 他需要花 他需要 0.2秒 他的過程當中他手需要 給這個球濕多少力 球的質量是 160克 好 請計算 他平均 他平均 濕了多少力 這個球 請計算 需要0.2秒 他從這邊 加速到出去 要0.2秒 然後球160克 嗯 這一題 價值一點 然後你說 他 對 他投球的那個 加速需要0.2秒 然後球 160克 請計算 對 首先得到答案的同學 要加一點 結果啊 王建銘需要多少力 需要多少力 王建銘投球的時候 他用很好力 力 力 這是作業 我聽起來作業本項 力 力 一百六十 Km 時速 我們講是時速 球數通常要時速來講 每小時是160公里 好 他需要1.2秒 那他才1點 1點 不然你要幾點 你問我對不對 對 對 我要死 不慘啊 不慘嗎 欸 如果有10年的話 我們可以人家拿去100點 你吃賣到嗎 還是有商民啊 蛤 他也當然就是 所以剛才學老師最明明的 大好 你也說什麼 趕快 需要動力 力與加速度有影響 就指什麼 啊 啊 力與加速度有影響 就是MX MX 我是說 的力子啊 蛤 的力 力 力子 力子啊 對 很少 你說像是 隨便做一個動作就是一個力 你就需要施力啊 啊你說0.2秒是指 他從 甩的時候 甩出去 需要1.2秒 就是從他靜止到加速出去 需要0.2秒 從球靜止嗎 投出去 球離開我的手的時候 時速是 那一秒 欸 時速是160公里啊 不同 公里 公里啊 公里就是1000公尺的意思啊 我知道 沒有靜止都有加速度 嗯嗯 可以 在提供出的的時候 原來配我自己 適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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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